嗨大家 謝謝大家 啊,因為剛剛公司公佈了,就是今天晚上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見面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我想要用這樣一個簡單的直播,跟你們大家聊聊天 然後把我準備了一些話跟你們說,並且讓你們可以在這上面可能留個言 然後可以聊一下天這樣子,其實我心裡也很難過,不能弄就是我們準備了很久 然後是要跟大家見面,讓你們聽聽看我今天晚上準備的音樂這樣子 但是,我們最不願意見到的疫情 所以我們還是要,對,我們還是要保護好,我覺得還是要保護好大家,然後保護好自己 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再見 然後我知道,這個取消,或是這個,這個公告可能會帶來很多的聲音啊,或是很多,很多大家的 feedback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想要跟很多,等很久的人,排隊的你們說一聲抱歉 然後也想告訴你們說,辛苦了 我們在這個階段比較辛苦一點,我們大家要保護好自己 然後未來我們再用更好的方式見面,好嗎 然後今天等待很久的人,或是今天從遠方來到現場 甚至有些還在路上,從原本200個變100個人 然後到最後公布取消,就是這整個過程,其實公司還有,就我們整個團隊裡面都溝通的非常久 然後也,最後才做了這個決定 然後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大家能夠,能夠 尊重這個決定,對 然後,反正我準備的這些東西,我準備的這些話 我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在,而且是不久後,我們就可以在 更,更棒的時間點相遇,然後 然後聊聊天,這樣子 對 好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問的,或想要說的,可以 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我可以回你們這樣子 最主要是要跟你們講說 我們一定會 在下一次,用更好的方式見面 然後,往好處想嘛 就是我們,可能 可以有 更多的時間,準備更好的東西 好不好 然後,很多 很多 很多 朋友們,你們真的辛苦了 就是,等了那麼久 對 但是 我們都是為了 大家身體健康 所以做這個決定 那也 謝謝你們等待 然後 公司也進了 就是 就是 我覺得公司也真的辛苦了 對,我的團隊們 到現在好多 工作人員現在還在現場 就是我 也有看到好多現場的照片 現場的畫面 就是他們還在現場 為了 為了 收拾 為了 為了 把整個 後續 處理方法 處理的妥善 所以還在現場 忙 真的很辛苦 謝謝你們 然後 最近 也一直在準備 其實 我順便想把 晚上想 說的一些話 說給你們聽 就是 今天有點像是 我們會 在一個很不一樣的場所見面 然後 因為現場有一些 Live Band 所以 整個音樂 還有整個 模式會 不太一樣 但是 沒有關係 有一天一定會讓你們看見 然後 我原本是很想要告訴你們說 謝謝你們 一路陪著我 從 不管 紅色氣球 越獄 一直到 柯仔新年名字 這一路的變化 你們也一直在 陪著我 這樣子 然後到現在 到現在 我 加入了音樂的家庭 然後 有了這些 音樂的作品 你們也是 一直 看著我 一場一場的表演 這樣子 那今天晚上 其實 好多東西 是一樣的 但是 在這一樣當中 卻有很多的不一樣 那我很謝謝你們 每一次給我的 給我的回應 都是那麼熱烈 那麼 那麼 那麼踴躍的 然後 然後 因為你們的這些 回應 其實 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所以今天晚上 原本是想要透過這個 短短的時間 好好的跟你們說 謝謝你們 然後 好好的把你們給我的力量 展現給你們 就是 讓你們知道 其實今天會有 陳浩生 不是 不是因為 我一個人努力的 而是所有人 一起共同努力 跟 從小到大的 陳浩生 經過了多少 錯 多少錯誤 多少的 多少正確 才變成現在的 陳浩生 對 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 有很多話 下次 見面的時候 我會好好的跟你們說 然後好好的準備 你們很喜歡的小驚喜 給你們 好嗎 我們就 就這樣子 然後 打勾勾 下次見 OK 好 希望你們今天都 可以開開心心的 平平安安的 注意身體 然後 我們很快會再見 OK 拜拜 看一下 看一下 最後看一下問題 對 然後 我最近也 就是 其實其實 大家都會問我說 最近在幹嘛 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 有很多個角色 呃 在成為這個角色之前 一定要做滿 很多的準備 因為我希望 能夠把 準備好的東西 讓你們看見 不管是角色 或是不管是 呃 音樂作品 都一樣 那 陸陸續續的 都在 做接下來的準備 也 常常 啊 常常 鳳梅姐啊 或是 公司的人會說 啊 你現在 你現在沒有 就是 他們也會擔心 他們也會擔心 說 我如果沒有戲啊 你們會不會 不見 或是會不會跑掉 我跟他們說 不會啦 呵呵 如果 這時候就是考驗真心的時候 這樣子 呵呵 所以 我只是想跟你們說 我一直在持續的準備 我該準備的事情 然後 我們 未來會在 更棒的 時間點 遇見 就像我今天早上的現實 就是 呃 在對 在 該遇見的時候 遇見 該相遇的時候 相遇 我覺得這樣子挺浪漫的 然後 這也是屬於我們的浪漫 對吧 好 那就 就這樣 希望 呃 你們大家 回到家都小心一點 然後 希望你們可以 開開心心的 我們都要健健康康的 等待下一次相遇 好嗎 take care 拜拜 拜拜